民營賊大樓外 禁見一名男子卡在半空中 表情痛苦 消防員貨報趕來 立刻駕體搶救 就怕他從三樓外牆墜落 消防弟兄不斷引導 只是墜落當下男子的脖子 疑似被身上綁的安全繩給打到 被嚇到臉色發白 神志不清 重連七手八腳費了好一番功夫 這才順利將他救下 沿著外牆的不鏽鋼繩索 住戶竟然冒險施工 只是這與鵬長約四五十公尺 加上骨架間隔實在太大 疑似重心不穩才會墜落 那條繩子 黑黑色的繩子 然後他就用綁一個鐵絲 然後那個安全吊繩就掛鉤在那邊 家屬焦急趕來 見到他虛弱 躺在單架上 地上水杯安撫 就為了一時方便冒險爬牆 差點小命不保 還好靠著安全繩平安脫困 虛盡一場 記者朱定龍楊文欣基隆報導 記者朱定龍楊文貴